三 五 七 七 八 三 五 七 我说你颠来倒去的 数清楚没有啊 回 回大人的话 少 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 你倒是去找啊 是 这是哪儿啊 梦境世界 你们这可是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 这往小了说呢 是陪着皇子们读书 这要往大了说 那可关系到将来的江山设计啊 原来这就是十一的梦 据说这些 都是根据梦的主人 对平时生活的积累变化夸张而成 十一的内心世界竟如此丰富 看来平时 挺爱胡思乱想的 我说的话 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直赫啊直赫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梦境的主人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出现啊 他是不是已经把我给忘了 疼疼疼疼 我说什么 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听到了 江山设计嘛 江山设计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 第一个就被皇子打死 安静点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是 是 谁是恶霸皇子啊 我也不知道是哪位皇子 我听说公众一位皇子 人称笑面虎 我们要伺候的主子 不会真是他吧 这绝对不会是十一 不行 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我必须要想办法脱离这里 去找这个梦境世界里的十一 你 停 你们在此稍候片刻 你给我老实点儿 你给我老实点儿 是 是他 没错 当时他也入了梦境 他不会对十一下毒手吧 不行 我一定要先找到元澄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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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知死活的东西 这位就是十一皇子 元澈殿下 殿下 日后你们就在宫中 跟随殿下学习 是 属下叩见十一皇子 叩见严大人 免礼 皇上召见严大人 严大人 请 殿下 老臣先行告退 方才 你撞了本王 现在 为何一直看着我呀 我只是被殿下的英明神武给震慑住了 一时间失了神而已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殷采倩 殿下恕罪 只是殷采倩这个名字 实在是太娘了 像是个女子的名字啊 又在交头接耳 看来 你们很是喜欢在私底下议论啊 听说 你们在背后 谣传我是恶霸皇子 好 我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恶霸 在背后依赂我的人 都给我站出来 不然 你们所有人 都一起受罚 怎么 没人出来是吗 都给我罚 别动 你干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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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 梦要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 它会比现实世界夸张 但是也太夸张了吧 这哪里是谁呢 既然这里是梦境 竟只能接受所有的回事死 我是这样的怕 我根本没法接近去取得信任 我看可帮她解开心结呢 我还是先 帮她买单情呢 你还一半 十一的 啊 十一皇子在宫中 还怪如此吗 难不成 那你就没有人还我呢 可能只有殿下的心上人 才能知得着 什么 是 是谁殿下有牺牲的吗 你醒了点事 是谁啊 我虽然不知道她姓神没谁 但是穿了 一皇子现在不在经常当中 你十一殿下 你好久没有人喜欢她 不过 殿下还是非常喜欢她的 你这种事啊 其他人可以停了 谢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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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你 留下来做三百个负重深蹲 我们为什么要额外做 这是本王的命令 你还想违抗不成 我今天还就要违抗了 十一皇子 我们的身份是您的半毒 不是您的玩物 若是您想如此刁难我们 未免有失皇子身份吧 我不会 不会